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叫Jax 贾荣成 我来自北京 现在在BU就读ECON专业 我日常其实是比较单调的 基本上就是学校健身房加三点一线 然后兴趣爱好就是健身 从小我爸就会早上带我起来跑步 所以我基本上每天大概六点到七点就会起来 然后先运动一下 然后看书吧 我本身是非常爱运动 但同时我也很喜欢读书 我喜欢东西就很冲突 就是一个是非常的躁动 一个是非常近 但是我喜欢女孩 我希望她也是这样两者的结合 我是Rachel 今年在BU 现在是大二 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看书然后我每天都会写Journal 也不是每天 但比较经常会写Journal 然后我会喜欢去健身无铁方面 平常或者就跟朋友hang out 非常的chill Covid那段时间开始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是线上嘛 所以我其实没有交很多朋友 那个时候自己 会把想 我的想法就写在Journal上面 麻麻麻麻麻的 就觉得这是一种倾诉的方式 就感觉你在跟另一个朋友聊天 虽然我长得五大三粗的 然后但是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小田剧 我最近看的有一个叫 是宋祖儿和黄子涛演的 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 然后还有一个是王大 他叫什么王大锤 不是白客 对白客演的那个什么 老板的一万种死法吧 怎么都是老板 其实挺多 对对对 男女主他们谈恋爱那种 非常让我向往 也是为什么我会来参加咱们恋爱综艺的原因 我觉得来恋宗是因为 人生是有不同的经历组成的 我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我就来和大家认识一下 交个朋友 我觉得作为一个嘉宾 会让我有完全不一样的视角 之前都是一个观看者的视角 就现在想体验一下 我从镜头的另一边是什么样 生活就需要不断去尝试 我觉得我以前尝试的太少 他就是没有 我高中的时候 就觉得友情真的能满足我所有的人际需求 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很大的想法 就是说我一定要谈个恋爱 去感受一下什么样子的 大学的话 大一的时候是完全线上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朋友都没有交多少 更别谈男朋友了 来这边线下午 我会更加就是open一些 就出去认识朋友 这样都是顺其自然 我比较look for the quality 是真诚 一定要真诚 然后是善良吧 为人真直 第三就是善进 他要有自己感兴趣 为这奋斗的东西 外形的话我会比较 会被吸引到就是比较阳光一点 就会fit 我觉得一个人的外形 是可以某种程度上体现出 给别人传达出他的一个生活方式这样子 我是可以说只谈过一段吧 我跟他其实是初中同学 然后高中也是同学 然后所以就相当于整个初高中生活 就基本上就关于他嘛 就像大家想的那样 就是跟同桌每天互相讲题 然后互相对吧 你喂我点零食啊 我偷你点橡皮啊这样的 然后就是一来二去的就比较熟络了 然后就有了好感吧 那个少年心萌动了嘛 然后但是没有跟他表白 算是到现在为止比较后悔的一件事 可能会觉得我不敢做出承诺 但是我认同他们这部分观点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为自己说一点 就是我把承诺看得非常重 就是如果我就是做出一个承诺 我必须要去履行它 我会主动出击 但是我可能没有那种持以恒的勇气 就是我很害怕在感情中出击之后得不到回应 我在这个综艺我感觉我就要抛弃原来的自己 尝试一种新的方法 我知道就是说维持爱情需要很多的努力 需要磨合 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点内心里头有一点点相信那种天降缘分吧 我之前是算非常被动的类型 但是现在也 现在的话我觉得我更多是主动去考察 它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因为我比较容易对人产生好感 那这时候我就会主动的去盘桥侧击一下 有的时候我刚开始我没有意识到我自己对他有好感 直到我开始翻他的朋友圈或者是ins 那一刻我在观察自己的动作的时候 才慢慢意识到我是不是对他有好感 爱情本身就是无法描述一种非常具有魔力的一种东西 我看到一些女孩的第一眼我会觉得她是可以成为我未来妻子 这想有点远啊 就是说可发展对象 然后有些女孩就是朋友 我最理想的约会地点是Charles River 就沿着Charles River走在日落的时候 有人并肩在林间小道上面 对吧 两旁都是樱花 然后就谈天聊天 然后可以看着慢慢流淌的Charles River 看着夕阳夕下 然后听着鸟儿在欢叫 我比较期待的是能一起好好生活的人 做生活中非常琐碎的事情 比如说一起做饭 然后一起散步 一起看书一起看电影 这样子非常慢 我希望我未来的女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健身看书 聊电影 看剧 然后一起共同成长吧 就是和最亲近的人一起做生活中每天日复一日的事情 但是在这些事情上我真的能感觉到非常大的富足和快乐 就是我梦想中的那种生活就是有一个小院子 然后有小狗有小孩一块玩 然后我教他搭篮球 一起去超市 买食材 一起做饭 下午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自己学业或者工作上面的事情 傍晚的时候就去看日落散步 感谢VG Photography为0215号盲盒提供的官方订装照 VG Photography 波士顿一站式摄影工作室 记录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